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在5月8日发表了一份报道 报道中指出德国联邦情报局掌握了一条关于中国疫情的消息 该消息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于1月21日 打电话向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塞施压 要求其推迟宣布新冠病毒感染为全球大流行疾病 文章指出该做法使得全世界抗疫损失了4至6周 小编当时看到这篇报道便觉得不管内容是真是假 在时隔将近4个月后才曝光 这个时间节点以及当前疫情的形势都是另有深意的做法 果不其然 明镜报道的第二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声明 言辞批评明镜周刊关于中国与世卫组织的报道为毫无根据完全造假 声明中指出 唐德塞和习近平两人1月21日根本没有通话 并且两人也从未通过话 声明中还指责道 这种不正确的报道会影响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国 为终止口外的19大流行病所做的努力分散了注意力 声明最后强调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中国在1月20日就证实了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 明镜周刊的报道也指出了为什么现在才公开此消息的原因 他们解释道 德国政府不愿升举与中国的矛盾 原因是德国需要中国生产的防护装备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习近平通话后 北京的商务部就派专人协调相关物资的运送 那么作为交换中国领导人要求以乐于助人的形象试人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报道了呢 难道是中国的物资都运到了 德国人民都戴上了口罩 用上了呼吸机 就开始泄沫杀驴了吗 还有媒体这样给自己的国家形象抹黑的吗 我们知道 明镜周刊为德国的左翼媒体 奉行公平平等的原则 预举成为了德国最为重要的 且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 但是现在来看他们离跌落神坛已经不远了 并且这不是明镜第一次造假报道 在2018年年底 该杂志社就爆出丑闻 称一名德国获奖记者 在过去数年频繁造假大约60天报道 有了这样的先例 明镜周刊的这次造假 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吧 疫情发展至今 我们知道很多西方国家把矛头都指向了中国政府 但是疫情不会因为指责就凭空消失 中国也不可能把因疫情死去的人们给救活了 所以就如WHO所讲 此刻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帅锅 只会分散抗击疫情的注意力 让新冠病毒有更多的可乘之计 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如果这是你们的目的 那就尽情的作妖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